那我想在去年国内的一个房市它的表现 那么几乎是一个比较超乎预期的状况 那么我们整体在去年 那么包括了在这个全台的一个建物买卖一转建数 那么六都的部分总计是比2020年还要成长7.1% 那么在价格的部分 其实去年的第四季相较于前年的第四季 那么除了新北市 那么是成长9.4%以外 在其他的一个都会区几乎 那么都是成长了一成以上的一个水准 那么甚至包括了像是新竹县市 那么包括了这个桃园市 还有包括像是高雄地区 还有在这个台南市的部分 它的一个涨幅呢更是相对的凌厉 所以我想去年的整体的房市呢 是一个价量其扬的表现 那今年的一个状况 我们就会特别关注几个因素的一个变化 那包括了刚刚董事长有提到的 在这个利率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到最近呢 在这个美国的联准会 那他其实已经有提到 在今年呢可能会有 比较多次的升息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不排除时间点 有可能就会在三月份 可能就会开始启动 那么台湾在央行总裁的部分 其实也有提到 在今年国内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走向 会其实比较趋向于比较紧缩的一个态势 那我想在今年呢 等于国内的这个利率的一个状况 有可能其实在年底之前 那么可能就会有升息一码 这样的一个动作 不过因为现在目前的一个房贷利率 大概还是在1.351%左右 所以即便在升息一码之后 其实今年的一个房贷利率 还算是处于相对的历史低档 不过那这样的一个利率上的一个变化 我认为其实对于房地产心理层面 这一块其实影响才是比较大一些 但是实质的影响 我觉得在今年倒是 还没有那么快可以反应 那导致在利率的后续的变化 那可能真正对于房市的影响 会比较落在2023跟2024年左右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资金上的一个表现 以最近在N1B的部分 那么已经达到了24.48兆 那另外在整个受险业者 那么目前还可以投资在 不动产的一个资金 还是高达了6.82兆元 显示这个市场的资金 还是相当的一个充沛 那另外我们再谈到物价的部分 物价呢我们在去年的11月份 那么台湾的CPI 其实高达了2.84% 那么这是来到了6年来 这个以上的这个新高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今年的3月底以前 那么其实在这个主际总处也都发表 那我们可能都还是会持续 位处在2%以上 那甚至在大宗物资的一个减税 可能在今年的3月底就会落幕 所以未来还是要留意在这个 输入型通膨这样的一些疑虑 那所以我想在这一块的一个物价的上涨 那可能还是会推松 就是我们有关于房地产 它投资保值这一块的一个需求 而且呢台湾人他真的还是比较偏好 房地产的这一块的投资 我们可以看到在投资保值的第一名 那么主要其实还是在房地产 它的比重呢高达了66% 那么比第二名的股市 42%其实都还要来得高 那另外就是在营建成本的这一块 那么去年其实除了像是水泥 那么玉瓣混泥土或者是砂石这一块 价格上相对是涨幅比较小以外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钢筋 或者是在H型钢的部分 它的涨幅其实分别可以达到 49%跟23% 那甚至还包括了其他 像是在营建工人这一块的一个薪资 那更是一个高涨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营建成本这一块 虽然今年可能涨势没有像去年那么凌厉 不过依旧今年应该在营建成本上 还是一个居高不下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其实对于房价呢还是会有一定的支撑上的效果 那最后再来谈一下有关于在政策房市的一个 这个打炒房这样的一些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政策可以说是全面的升级 那包括了这个金融的一些措施 那么或者是财税的一些政策 那么甚至到行政的一个手段 那含挂了包括了在央行 那么金管会 那么甚至包括了内政部跟财政部 那我想它最主要的一个打击目标 还是以投机跟投资客的这一块为主 那可能在资金的限缩上 会对中小型 或者是三四线这一些不动产的开刷方 会比较造成一定的一些影响 那后续当然还是端看就是 整个在政府它的一些政策上的变化 那我想今年的一个这个政策 大概还是趋景的一个这个变化 其实是比较大 所以我们也预测在去年的整体的房市价量 齐扬之后 那今年预计还是会呈现高档的一个震荡 不过在房市的价量它的涨幅 那应该会是比去年稍微再减缓一些 好我想我们佩甄总监大概就提到 这些重点大概你都提到了 这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包括如果升息当然负荡会更重 不过这个是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美国再怎么升它不会超过百分之二 所以我觉得还是相对在低档 那这个时候房价飙涨 我们看到去年2021年的最大建商新物化排名第二 它说这个去年总共十大建商推案的案量是1.7兆 这个金额相对是大的 那这个台商返箱所带动的房地产买器当然是高的 那这个时候也有人在抱怨 他说这个打草房打太大力了 很多人打趴了 这个不是啊 这个总裁现在看你这样全台推案 我们有几个问题要请教郑总裁 我先佩甄小姐刚才特别讲到 现在营建成本是高得下人 我到台南去看 有一天我南科主任 南科局局长坐在游览车上 他配偶去看视察 那个台积电首到之后 台积电已经占南科四分之一了 我看很多人骑摩托车 然后排满了在台积电工地 他说台积电一开始做六天给七天薪水 后来他又加三十趴 你在工地上那个反正靠体力赚钱 你给我靠我就过去了 台南有一段很长时间 营建业几乎找不到这个帮忙那种功能都没有了 那我想冲击非常大 这一点你先来跟我们谈一下 等下回来再看你整个新华全台的战略好不好 大家好 针对刚刚社长聊的这个事情 我想我们在台南真的是深受其害 然后过去这几年 其实我们在台南的利润也非常的不好 人家涨上来我们是最早去经营的 然后人家涨上来我们大概之前买我们家房子 在台南在今天以前买的我们家的房子大概最少都赚了五六成以上 甚至有赚一倍的 对台南我们是最失望的 因为他的工人的失作 包括工人的数量 因为过去台南没那么大的暗量 所以在从事这个就业的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这水电 水电工人一天给他两千二 台积电给他三千八 然后六天给七天的钱 我们真的是很难去控制 我们也只能靠着我们的资源在高雄 然后找了很多包商去处理这些事情 已经现在在台南几乎动弹不得 很难做很难做 所以我们今年新的个案要推出来 我们就开始考虑去做以前我们都不考虑的预注 就在工厂组装然后从工厂交涉以后 往现场去吊挂 然后可以做出更好的品质 对 我想这个现在就变成说预注解决大半的问题 但是你那个缺工你现在如果从台南高雄 你现在会不会有同样 比较台积电也要到高雄 我们目前都在张罗这件事 因为我们想办法任何的工法把工人捡到最少 把工人捡到最少 比如说我们以前贴地砖 那我们现在开始就开始贴木地板 这个木地板很快 同样一个大概不到贴地砖的二十分之一的时间 所以木地板现在大家都能接受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去让工人去交杀 干嘛就一开始把地板整平了 木地板一铺上去就解决了 这工要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包括钢筋我们最近也在发展 在工厂就把钢筋组好了 两根柱子的钢筋组好 调到现场来组装了 用吊车组装了 那就不用那么多工人扛上去了 好现在大家都在怪高房价了 那其实那个房地产在营建业的收了成本 其实都大幅上升 这个对你们经营商 有没有带来特别大的压力 我想这个成本增加 对中南部真的是影响很大 台北你看你的买了一拼 一百五十万的房子 几乎土地成本就占一百万了 所以你的造价扎个五万十万 对一百五十万的房子 感觉总数的比例很低 但是你以中南部来讲 他房价在四十万还是在三十五万 你造价增加六万 对一跳上去的数字就是快两成 对一跳上去你的房价 你的成本啊 赚了都还没算成本就先跳 跳了四十一万了 所以加上这六万了 对中南部的影响就很大 所以这些工资的涨幅来讲 可能刚刚社长提这个 这个讲法要分区域 我想今天我也一直想要表达的 就是说在整体的台湾的房屋市场 你要分区域来看 不能用台北来看 不能用北部来看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形